嗨,大家好,我是辉 今天要来说酱油 在料理时,酱油是很多台湾料理的核心 从卤猪脚、红糯饭 一直到水饺的沾酱 能够任意搭配各种的料理 在厨房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台湾著名的酱油位于西螺 在超市购买酱油 大家耳熟能详的有丸装、瑞春、大同等 其中学的制作过程的不同 味道也有所差异 但是你们知道硬油和无底油有什么不同吗? 在这部影片来向各位朋友介绍 如果你对日常生活的各种知识有兴趣 并且想要了解 欢迎按赞订阅与分享哦 这样就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 在台湾 国家标准CNS423 依照品质 将酱油分为夹、银、饼、三个等级 这些等级以酱油中的总蛋量、氨基钛蛋 与无盐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来区分 总蛋量和氨基钛蛋 代表谷物中蛋白质的含量 蛋量越高 表示蛋白质越多 等级越高 营养价值也越高 但是酱油经过稀释 总蛋量就会降低 酱油或酱油膏为液体或者是半液体状 除了水与盐之外 其他可溶于水的物质 比如岸基酸、糖、银金酸等 都可以统称为无盐可溶性固形物 酱油制造的种类有哪些呢 第一种 酿造酱油 原料使用黑豆或黄豆 以泡水、蒸煮和麴菌混合 再加入盐巴放入桃汪中发酵而成 利用麴菌酵素分解豆类蛋白质 使蛋白质自然释出 在发酵期间 需要经过阳光曝晒 来维持温度 使麴菌能够有效转化作用 大约曝晒5到8个月 才会转化成酱油老 之后再经过压榨、调味、杀菌等步骤 才能包装出货 在包装瓶身需标示酿造 第二种 水解酱油 利用脱脂黄豆片或植物性蛋白质 以食品型盐酸水分解豆类中的蛋白质 再以减中和 过程中可能还会添加焦糖色素 或者是钢胃系调色调味 是未经过发酵制成的酱油 制作的过程仅仅需要3到5天 但是这种方式制成的酱油风味差 有刺鼻味 在制成中所使用的盐酸 会和残留的黄豆脂肪 进行化学变化 产生对人体有害的氮氯瓶二醇 在包装上面需标注水解 第三种 素成酱油 利用脱脂黄豆片 或者是植物性蛋白质为原料 脱脂黄豆片 是黄豆榨油后的产物 是用来取代黄豆 再来用以酸或者是酵素 水解含有植物性蛋白质 取得的氨基酸液 再添加酱油老 增酱油后 再经过发酵以及熟成 整个制成需要30到60天 与学姐酱油比较 差别在于发酵的差异 在包装上需标注数成 第四种 混合酱油 混合酱油是混合两种以上的酱油 用化学酱油 添加一定比例的纯酿造酱油调制而成 这种方法可以提高酱油的成分 降低成本 虽然使用酿造酱油 但是整体与纯酿造酱油仍然差异很大 在包装上需标志混合或调和 在超市选购的时候 注意包装上的标示 再购买才会安心 接下来要讲的是各种酱油的差异性 第一种 生酱油 生酱油又称为生酱汁 是酱油前段的步骤 已经酿造完成 但是没有经过加热处理的酱油 有些酱油工厂会向其他大厂购买生酱油 再调制成自家酱油的基本原料 第二种 日式酱油 这种酱油会另外加入香菇 昆布 柴鱼等原料 咸度不高 适合用来做各种日式料理的调味 像是青子豆 天妇罗的蘸酱等 基本上所有日式食谱中所指的酱油 都是这一种 第三种 硬油 硬油也就是黑豆酱油 以黑豆作为主原料 将黑豆与麒菌 一同放入大缸内发酵 再经过日晒 这个过程称为硬 那么为什么会称为硬呢 这是因为高温的台语发音为硬 而成本与售价比一般的酱油较高 黑豆的蛋白质含量比黄豆高 营养价值也高 自带有独特的黑豆风味 在市面上也有贩卖白印酱油 这种酱油在制成中 没有加入焦糖色素 颜色较淡 所以煮出来的食物颜色偏淡 第四种 无底油 如果酱油又传统的瓮钢酿造 经过长时间的发酵 所谓比重较重的物质 会慢慢沉淀到溶溪的底部 而抽取最底层的酱油 称为糊底油 有自然的暗红光泽 香气以及风味最为浓郁 是最高级的酱油 第五种 酱油膏 主要是以黄豆为原料 再加上砂糖 淀粉制作而成 通常质地较为浓稠 口感较甜 经常当作料理的淋酱 比如沾萝卜膏 水饺或粽子等 第六种 鱼露 主要的原料为小鱼 或者是虾类 加入食盐发酵酿造 一般为琥珀色 质地明亮清澈 而不浑浊 闻起来有刺鼻酸味 当作主料食用 能够提升鲜美的味道 但是颜色较深的鱼露 代表曝晒时间较久 风味较重 闻起来反而不刺鼻 腥味低 第七种 蚝油 蚝油主要是以牡蜜提炼的汁液 为基底熬煮而成 浓稠度与酱油膏接近 因为有加入海鲜 所以属于荤食 吃素食的人必须注意 若要购买 必须选择以香菇制成的素蚝油 第八种 白酱油 主要的原料为小麦 是所有酱油中颜色最淡 咸度最低 白酱油并非白色 而是因为颜色与风味偏淡 在酿造的过程中 不加入焦糖 让颜色变深 维持原本清淡的颜色 由于在烹煮的时候 不会让食物颜色变深 适合用于制作茶碗蒸 口味较清淡的料理 第九种 薄盐酱油 一般酱油盐度大约在13到15之间 而薄盐是指颜度低于12的酱油 在制作中不得加入防腐剂 对有心血管疾病的人 是较健康的选择 但是保存期限较短 真正传统酿造的酱油 做工复杂 价格相对高昂 对于利润低的店家 或小吃店几乎不太可能会使用 只能以化学酱油当作替代品 不过久久之对人体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危害 只有自己在家烹煮才是最健康 毕竟你我都已经知道怎么选择健康的食用酱油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按赞、订阅 与分享给亲朋好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